你有注意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常常會出現老粉絲看不起新粉絲的現象嗎? 新來的粉絲,常常會被老司機算是沒有主見的跟風仔 欸,難道跟風錯了嗎?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反正我很閒》這個 YouTube 頻道呢? 他們是一個最近以非常非常驚人的速度竄紅 然後很多人都在仿效他們的影片的一個頻道 他們舉辦的這個《羅馬競技生死鬥》 在臉書上面,也有一個專門討論這項賽事 以及《反正我很閒》的社團 那當然啊,我自己跟團隊的幾個成員 也是這個社團的成員之一 那最近我們常常會看到說,在這個社群當中 常常會有一些比較早期的粉絲 會算那些最近才開始看《反正我很閒》的新觀眾 認為他們只是在跟風而已 開口、閉口就是人民的髮垂、構造改革 但未必真的理解影片中想要傳達的理念 事實上,這種老粉絲看不起新粉絲的狀況 真的是很常見的 但為什麼跟風仔常常被酸呢? 這些批評又真的都是合理的嗎? 如果我是真的很想要跟風 又要怎麼樣才比較不會被罵呢? 根據我們的觀察,在不一樣的情境下 跟風仔被討厭的理由未必會完全一樣 所以為了方便分析,以下我們先從四個常見的場景開始說起吧! 第一個是私房景點或是餐廳喔! 例如我知道臉書上有些專門分享私房景點或是建築的研究社團 大家都很喜歡在上面發照片 但版規有禁止大家留言問這是哪裡? 因為怕公開了之後 現場就會因為有太多人跑去朝聖而遭到破壞 那同樣的邏輯呢,假設我很喜歡某間餐廳 本來也沒有太多人會去,但當他突然被某個網紅或某個部落客推薦之後 我就會發現,他開始變得一味難求 因為擠滿了各種想要拍網美照的人 然後餐點甚至還漲價 這種時候要不去埋怨這些跟風的人,真的是很做不到吧! 也就是說,這裡的老粉絲之所以會討厭跟風仔 多半是因為他認為,我的權益明顯受到了影響 我喜歡的東西被入侵了 有一種物理上被人玷污的感覺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又聽到了一字打招呼 不是因為你的影片跳掉了 而是現在進入了一個工商服務的橋段 2018年,我們創立志祺七七這個頻道 透過YouTube影片的方式,討論了很多的公共議題 那希望能用自己的影響力,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 那你知道,除了創立自己的頻道以外 還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積極、更主動的發揮你的影響力嗎? 有教育部青年署舉辦的青年好證Let's Talk活動 提供了一個青年跟政府對話的平台 邀請你對於關注的社會議題 和同溫層外的其他人進行更實際的討論 透過傾聽、討論與理解、擬出具體可行的方向 一起支援、協助政府解決問題 而今年Let's Talk 所討論的主題是 城鄉教育資源差距以及合理勞動條件與權益 對這兩個議題充滿想法的你 現在就有親身改變的機會 只要你是18到35歲的青年 募集3到5位夥伴組成團隊 就能夠在6月30日之前提案申請 而陸續的團隊將在8到9月舉辦Talk活動 一起讓更多青年參與公眾議題的討論 並共同參與政府的決策 你和你的朋友還有機會獲得最高9萬元的獎金 而相關的活動訊息 可以到影片的資訊欄參考官網連結說明 座而言不而其而行 6月30日趕快送出你們的報名申請吧! 第二種常見的情境就是運動賽事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他非常喜歡MLB的太空人隊 那相較於王健民待過的陽氣隊來說 以前太空人在台灣算是非常冷門的 冷門到如果他們辦球迷聚會都要非常注意安全 不然出事的可能全台灣都沒有太空人迷的那種冷門 所以當他戴著太空人的球帽走在路上的時候 感覺還比開特斯拉還要罕見 但是太空人奪冠之後他的心情就開始複雜了 一方面很開心很驕傲 但一方面又擔心這樣會吸引到很多跟風的戰機迷 比起曾經陪伴球隊經歷墊底還不離不棄的老球迷 他認為戰機迷感覺就是那種缺乏忠誠度 喜歡的就只是贏球 而不是這個球隊跟球員的 而另外一種就是國際賽場上面的一日球迷 老球迷最常不爽的狀況就是 一日球迷其實不太懂規則 只是跟風來看球 然後輸了就開始怪動怪戲 亂批評我喜歡的球員 覺得自己的偶像或是興趣 竟然被不懂的人給糟蹋了 也就是說這裡的老粉絲之所以會討厭更風宅 主要就是因為他認為 這些人根本就不懂這個運動、這個隊伍 或是這個選手的魅力 缺乏忠誠而且還常常脫序 跟他們站在一起就覺得非常的難受 第三種情境主要是藝術 尤其是在樂壇制最常見的 像是去年底電視劇《想見你》大受好評 貫穿全劇的插曲《Last Dance》也跟著爆紅 而目前在YouTube上面也已經累積了超過940萬的點閱 但是這首歌其實已經是500在24年前的作品了 多年來也不是一個很熱門的曲目 所以很多原本的老聽眾就非常的不爽 那普遍的心態跟剛剛講到的運動類似 就是認為跟風仔感覺就是不懂他的魅力 只是湊熱鬧而已 而且當一首歌爆紅之後 通常會引起很多的改編或翻唱 要是有人唱得不好聽還是硬要 那老粉絲心裡這種被消費的感覺 可能就會變得更加強烈 而另外一方面 有些比較不那麼主流的獨立音樂翻紅之後 有些老粉絲也會擔心歌手變得越來越商業化、商品化 為了迎合主流大眾的口味 而作品也跟著漸漸的變質 失去了那些原本他很喜歡的元素 也就是說,這裡的老粉絲之所以會討厭歌風仔 一樣是他討厭自己喜歡的東西被玷污擔心他改變 而更深沉的心理因素 可能是他把喜歡冷門作品的這件事情 跟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人連結起來 所以如果我喜歡的東西開始跟大家都一樣 那似乎就暗示著 我也變成了一個很普通、很沒有個性的人 第四種情境是對流行語或話題的跟風 比如說我一開始提到的反正我很閒 因為他們的腳本還有表演方式都非常有趣 所以影片很多很多的台詞 就變成了很多人朗朗上口的梗 像是人民的法錘、構造改革、話語霸權等等 但這些詞彙其實它背後都是有一套論述體系的 那原本也都在批判一些嚴肅的社會問題 可是跟風的人他未必知道這些 只看到影片中搞笑的一面 然後就把這些詞彙亂套在其他的情境中 所以有部分的老粉絲就會覺得 原本意義那麼深的概念 都是被這些跟風仔們搞到變成這麼廉價、這麼膚淺的 也就是說,這裡的老粉絲之所以會討厭跟風仔 可能是他不喜歡這種濫用、覺得很膩 或者是原本很認真的概念 最後被記者的只是大家拿來開玩笑的梗而已 前面我們提到的這種討厭跟風仔的情境或是感受 雖然略有不同,但仔細一看 其實都是不想被玷污、覺得對方很沒有主見 害怕自己變得很平凡之類的心情 幾乎都可以套用在每一個情境當中 但這邊我們想要特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 那就是反正我很閒的話語霸權 在他們影片裡面的話語霸權 是指有些事物我原本不太喜歡或是沒感覺 但在霸權勢力的強力推廣之下 我無力反抗,導致自己慢慢被洗腦 甚至接受它的狀況 而這邊所提到的霸權,它其實是一種社會學的概念 跟權威、壟斷之類的這種概念有密切的關係 像是文化霸權或是論述霸權等等 就是社會學理論裡面常常會看到的詞彙 那舉例來說,在好萊塢強力的文化輸出之下 大家現在講到電影,通常都會有某種既定的想像 那這就是一種文化霸權 或是某某領域的權威教授,他發表言論的時候 總是會獲得比別人更多的關注和青睞 那等於就是擁有了論述的霸權 那以比較批判性的觀念來看 掌握霸權的人就等於掌握了某種統治的力量 甚至可以繼續利用這樣的權力來維持自己優勢的地位 而在老司機看不起跟風仔的這種狀況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話語霸權的成分 首先,老司機可能下意識的會認為 因為自己比較早發現、比較早喜歡、了解比較深 所以講話也應該比較有分量 相較於新粉絲,自己才是這個領域的權威 那當越來越多人進入到這個領域的時候 他感覺到自己的地位被威脅 所以就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展現、來捍衛自己的權威 比如說壟斷支持的解釋 覺得當一個粉絲就一定要很忠誠 一定要看到內在、一定要喜歡得很完整 不然就不是真的喜歡,只是沒逐漸的跟風 或是壟斷流行詞彙的解釋 覺得某一句話一定是要這個意思才行 其他亂用的都是不懂、都是跟風仔等等 而老司機這種想要壟斷各種解釋的心態 其實就一種話語霸權的具體展現 好的,那說到這裡,我們想換個位子來看看 跟風的行為真的有這麼不堪嗎? 首先,有些人認為 跟風其實是人類社會上一種非常自然 也非常非常正常的習慣 因為它具有社交上的意義 像是熱門的議題跟事物,大家通常都很熟悉 用這個開啟話題比較不會有侵略性 有相同興趣的話,也能更快的融入社群 創造人際間的認同感 甚至有時候其實是因為身邊的好朋友 都在談論同樣的話題 為了避免自己被孤立,所以才趕緊跟風的 而另外一方面,有些人也指出 跟風其實也能帶來正面的效益 因為它能讓好的人事物被更多的人看到 像是2017的台北市大運 原本也沒有什麼熱度 但因為很多人跟風買票 不僅讓很多優秀的運動員被大家認識 而主辦單位也因此賺到錢 獲得繼續推廣運動的資本 而對於勞粉絲來說 看到喜歡的樂團或是YouTuber 能因為被人大量跟風而繼續活下去 應該也不是一件能讓他覺得非常受傷的事情 那雖然變成主流之後,作品可能會改變 但一直維持小眾的結果 搞不好是直接餓死,再也無法產出作品 而且其實跟風仔看久了 他也可能會變成內行人對吧? 比方說,很多人對於政治議題的關心 一開始都是跟風時事 但經過長期的研究還有參與 他最後也可以變得更加專業更有貢獻 而某些人眼中的無腦跟風 搞不好是啟蒙一個偉人的氣息 在其他領域,有時候大家之所以會比較晚變成粉絲 可能只是因為之前剛好都沒有機會接觸 不知道有這樣的好物而已 並不代表這些人的本身品味 就是不如老司機的 那我們團隊有很多成員 其實都是《反正我很閒》的觀眾 大概在3月中開始 我們就幾乎有看完所有《反正我很閒》的影片 那個時候,啾啾鞋也還沒有推薦 他們的訂閱數也還不到2萬 那我們這樣的資歷或許稱不上是老粉絲 但應該也不是跟風仔 就是處在一個中間的尷尬位置 然後前陣子看到這個社團裡面 有滿多的老粉絲都在佔新觀眾的 突然就其實滿有感觸的 身為一個一天到晚放影片追時式的跟風仔團隊 接下來我們就要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要怎麼跟風才比較不會被討厭 首先你要知道 你不可能完全不被討厭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歡被消費 或是天生就不喜歡變成主流的感覺 不過根據我們的觀察 那些比較不會被批評的跟風仔或是新警察 通常態度其實都滿誠懇的 講話不會像權威人士那麼果斷 在發表自己的主觀評論之前 會先觀察一下下 想辦法自己先去做一些功課 那如果是還有一些不瞭解的地方 也會非常有禮貌的請教一些老司機 那當然,就像剛剛說的 做到這樣,並不能夠保證你就不會惹人厭 但我們認為每個人本來就有喜歡某種東西的自由 千萬沒有壓迫到老粉絲的權益 但在道德層面上面 其他人並沒有權利禁止你喜歡一樣的東西 那麼,身為新來的老司機 如果我真的非常的受不了 但又不想因此退坑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可以先問問自己 討厭的原因是什麼? 假設我發現我不太喜歡太多人跟我一樣一起聽鞋子彈 那可能是因為我想要做一個很獨特的人 覺得這件事情比把好音樂推廣出去還要更重要 那這時候我就會問問我自己 齊斯丹的音樂是我的嗎? 我有權利獨佔它嗎? 我擁有這個話語霸權嗎? 如果我發現這些好像都說服不了我自己 那我可能就會想要試著去改變一下自己的想法 例如把焦點重新拉回到自己身上 找回原本自己喜歡的感覺 而不是去探究別人的想法 或是甚至開始跟新朋友分享我覺得他們有哪裡很棒 把大家跟我一起推入坑 那當然我知道每個人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樣 所以最後我也想來問問大家 當你發現有很多人開始跟風自己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什麼呢? A. 批評跟風的人同時默默與無言只能轉身離開 B. 覺得自己好像不太理性 開始檢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C. 樂觀其成 我覺得大家都喜歡我喜歡的東西代表我是個先知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怎麼當個快樂的跟風仔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流行跟流感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